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回來的這個是史題的環節 他究竟是想講通識還是想講梁志祥 還是想講楊詠雄呢 各樣都講一下 首先我要講一下這條片 其實我記得早前幾個月前我都曾經播過 是幾個月前的嗎 是幾個月前的 但是我 這宗新聞已經浸了很久了 我剛才 應該是 我昨天論這條片 除了論他們的對話之外 我論了一些評論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一件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是怎樣的 但是呢 他看到有政府的官員 被一些議員 好像側到面貌貌的 他們好像拍攏手掌 但是他們又好像不太知道 究竟梁志祥在講什麼 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有留意 你看一下梁志祥說話 當時的眼神 和他的語氣 我感覺到他 不是真的想去 對局長 另外 局長給一個反應 我感覺到好像是一場戲 就是完全我不覺得 是一些什麼針鋒相對 或者是一些什麼要打他 我就是想他覺得 是呀 做一場戲給大家看 是呀 現在我們在檢討 要通識這個問題 但是 梁志祥其實他講錯了很久 就是我覺得他會講錯話 喂 你說是要批判 你說 你說批判不對 不要緊要 但是你不要把紅衛兵躲出來 你說出來其實你是在挖自己的倉巴 你挖自己的倉巴 那時候 那是怎樣 現在你還要講 就是說 你要 局長 你說那些通識的時候 你只可以讚 不可以彈的 這樣才叫通識的 現在你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整件事根本上 他們兩個在做戲 但是又不對稿 我覺得很奇怪 之後我就開始 試一下上網找一下 通識科 因為我自己讀完書 不完業績 都沒有出現通識科 我不知道通識科是甚麼 那些是甚麼問題 政府現在立場 其實是不是 都想取消檢討通識科 他是一向都檢討的 但是只有一個 因為為什麼呢 上頭沒有正式的意思 通識科 當然就是由董建華時代 那個應該是 那個臭熙 叫甚麼名字 羅范招芬 開始 好像是 楊錦祥那時代開始 但是現在就說 通識之後 就培養很多年輕人 反政府 OK 似乎有些聲音 就賴了 是不是通識問題 於是 就說好像有些聲音 想取替通識科 當然 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當然覺得 拍攏手掌 是不是 所有東西 你越取消得多越好 學這麼多東西 反正 現在的年輕人 我也不覺得他們有甚麼通識 是的 還有通識科的問題 我看了就是 其實如果單單看那些問題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當我看完那個結果出來 就說 原來有不少的學生 當你拿著一份卷 而看到那些題目 他們懂得回答的 通識科 原來他們很需要 那個答案是要怎樣 中肯中立 要有正反意見 要有正反意見 之後最後 你要有一個 對決 你可以說 我是支持 我是反對不要緊 但是這四件事要齊 你要正面 反面 對 講完之後 你最後的對決 之後我發現 原來 當那件事 其實 在考試卷上面 講到一件事 天花龍鳳 他們有很多很多字 可以寫下去 但是把這件事抽出來 放回去 外面 真的面對真實社會 當時他們全都沒有說 我政治中立 我不懂的 我不理這些 原來很多 所以我才有 不如跟大家 看看 我純粹上網 我亂找 找到一些 通識科的題目 它是怎樣出 大家看看 出第一張圖 這一張圖 是我隨便亂讀的 原來通識科的題目 是會這樣出發的 他會給一些資料 譬如 這一條是講一些 叫電子競技 電子競技 就是有些不同年的數字 收入 跟著 亦都是有一些 評論 跟著 給了一些 桌子 大家看完之後 就有兩個問題 描述資料 A顯示全球電子競技的趨勢 就四番 之後 下面百分就是 參與電子競技活動 對香港青少年成長利大於弊 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等等 接著 我再看看 這張 待會先出 這張圖 先保持 這張圖 我不知道大家 會怎樣去回答這個題目 但是 我很搞笑的 其實在這個題目 很多的年輕人 都會說 電子競技是好 他們一定會懂得 好 有些什麼不好 有些什麼 或者對社會有些什麼影響 到最後 他們的決定 我都相信大部分 是同意電子競技 是一些什麼什麼 甚至乎 可能那些家長 他們 看著這條題目 都會有機會說 是呀 贊成的電子競技 什麼什麼 但是 當我再想想一想 看看那時候 如果 大家真的會覺得 通識科 這些問題 會真的令到那些小朋友的思想 會開放一些 或者會更加了解 那些東西 尤其是電子競技的東西 那時候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家長 會在小朋友 或者小孩子 課餘時間 那時候 跟他們說 你有空打多一些機 我又覺得 又不會的 原來 題目 寫就這樣寫 電子競技什麼什麼 又好又不好 但是 真的要他有時間 那時候就叫你不要打機 因為打機是罵的 這個我看到很多 那當然 再看看他那個 這個 他那個 作答方向 有一個參考 原來他都有 那些叫做 marking scheme 他原來是說 其實 如果 怎樣才可以 拿到一些分 這些分 怎樣拿呢 如果你可以說得出 全球電子競技的收入 顯著上升 受眾也顯著上升 然後再加一些 數字出來 其實是賺到錢的 雖然 令到那些年輕人 整天都掛著打機 但是 也都是令到 這個社會的行業 會多了個出路 給那些年輕人 這樣 你說得到這些 原來 就會有分 另外 還有一個 就是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這個就是講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利弊 兩條問題就是 A 你認為有什麼因素 可出使西式主題樂園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 和B的評估西方文化傳入對中國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 這條問題其實就是正正講中那些年輕人 一講 就說 喂 你很多年輕人 我自己跟那些年輕人聊天 都會說 我們很討厭政治 我不認識政治 不會 但這些題目 往往根本就是政治 好了 之後還要說 你認識一些年輕人說不認識政治 很認識政治 可能多的 我跟他講 喂 你平時有沒有看新聞 沒有啊 我說沒有不要緊 你知不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說 你又說中立 你說中立 中立不是說你什麼都不管 中立應該是說 你兩邊都真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你真的拿到一個持平的點在哪裡 你兩邊都能夠說出來 不是 中立是混蛋 不用說 但是現在是很多年輕人 一說 我不知道 我是中立的 那你有什麼父母 有什麼年輕人 都是這樣的 又是中立 但你連什麼中立都不懂 只有一句中立 你以為是沒問題 好了 現在這些通識科 就是要你不要中立 好了 如果你說中立的 我想問一下你怎麼回答這些題目 這些題目根本你中立 你回答不了 因為你又不看數字 又不看數據 好了 還有這個一牽涉到 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 一說到中國 它那個marking scheme 就是又是要說到中國很厲害 又說中國是改變世界 那如果你答不到這些方向或者答案 你就是拿不到分 還有一定要說 西方那些文化是反過來 是受中國影響 我想有幾件事要說 第一 就是經常 回來先 回來先 就是經常 從第一天開始 通識科的教師 或者在網上聽 一些通識的人 說 答 給分 那些人經常強調 其實不是洗腦教育 你可以反政府都可以 不過你一定要把正反兩面 OK 然後呢 就 但是呢 我覺得這樣 在現在的情況下 那個改捲員 第一 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你說他是不是可以抽離呢 還是他潛意識會覺得 喂 你現在是普政府的人 我就給你高分一點 那香港的學生就很聰明 你想想 如果你去考試 OK 你 如果你相信他說 喂 根本那個政治立場 是不會影響什麼分數的 在這個根基上面 再想想 如果普政府 就是那個改捲員 都可能會害怕 如果你是反政府 你給高分尾 被人查卷的時候呢 可能影響了他的改捲 現在的人這麼蛇 是的 於是你呢 就可能會寫一些 普政府的東西 就是怎樣堆砌一些藉口 OK 那這些是考試技巧 是不是可以使得到年輕人呢 現在梁志祥 他們這一班人 想說要取消通識科 其實正正是一個原因 他怎樣出 其實我一點都不關心 自不然 你有這個科目 就自不然那些學生會有應付的方法 為什麼我說會反通識呢 雖然我們有個網友說 他說 永祥說通識科真的有用 那我就真的 我真的覺得 不是 我真的 不敢苟同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沒有通識科出來的 剛才我看梁志祥的影片 他說 你怎麼發假的那些 有紅衛兵 我真的想問 紅衛兵是什麼時候 文革那時候 文革化大革 1967年 1966年 那時候肯定沒有通識 那時候沒有通識 就有真正的紅衛兵 你現在讀過通識的人 有多少紅衛兵 那時候 有些事情 真的不可以偷換概念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通識呢 其實 我說過很多次了 香港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很久 Stilbert出了醜 在陳啟太裡面做的百萬富翁 連羅亞方舟 是哪一個做的都不認識 實在太難肉酸 那時候這個節目 在大陸熱爆 大陸人發覺 香港人 他們養母 香港人是這麼想齊 其實歐洲這個通識 一向在19世紀末 20世紀頭已經有了 目標很簡單 希望一些人 以前 要讀書 就越讀越專 現在也是 我們小學 要讀社會建教 什麼想到齊 到中學可能要分科 到預科的時候 只剩下簡科 到大學的時候 可能要讀一科 兩科 越讀越專 後來我們發覺 西方社會 要讀很多高分低能 不夠全才 所以現在在外國好的大學 很多時候 即使你做個專業人士也好 很多時候 都不只是讓你讀醫 只讀醫也不行 例如文學也好 其他 就是希望 確闊了你的個人 對世界的認知 OK 這個世界的知識 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學得完的 但是就是要考慮分析能力 所以好像有些問題這樣出 反而我和你有些意見不同 假如你認為要留下一個通識 我認為這些題目 對我這些人來說 簡直是異如反掌 為什麼呢 因為通識科 其中一個缺點 後來我們發覺 就是培獄了很多 吹水的人 對 這個是 吹水而已 譬如你問我 我對電警完全沒有任何認識 但他給了我這麼多的資料 那我就吹水 吹到頭頭試的時候 哇 這兩個人吹水 好呀 好呀 我都拿八分了 但通識 為什麼我說反對通識呢 其實第一 讀多科 因為在香港的通識 都是要補習的 竟然都是要補習的 都是要去讀書 一樣要去貼題目 讀多科就自然有壓力 而且 事後我們來 在香港的結果 我不講外國外國 我沒有研究過 通識完之後 那些年輕人其實都不太通 什麼叫通識 怎樣可以有通識 其實要融會貫通知識 你就真的要靠自己 在整個教育制度裏面 怎樣去訓練一個人的思考辦法 而不是 喂 你這麼專門 譬如你讀科技 只讀科技 你連孫中山 我以前的經典 人民幣那個毛澤東 我都不認識 我的夥計 那個是鄧小平 這個經典 你老實說 如果你是要這麼不民 這麼不民 好像李嘉峻所說 現在的年輕人不講政治 你讀什麼通識都幫不了你 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會出來反政府 為什麼會有很多東西認知 其實只不過一部分 他對時事有觸覺 在一個開放社會底下的自然反應 你這麼聰明 你不如取消互聯網 你報禁 笨賊 是吧 通識 要融會貫通 其實很多時候 反而在整個教育制度底下 如果你能夠學到舉一反三 你能夠在平衡時空底下 將一些東西去對比 譬如歷史文化 地理 你就會發覺很多東西 你就會去想到 譬如同一時間 這些是通識 同一時間 為何明治為新 我們也有陽務運動 為何人家會這樣 我們會這樣 於是你去翻查很多 歷史 慢慢貫通了 也會去解釋了 為何今時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今時今日的大日本帝國 是這樣的 這些就是通識 這些是無論是教的 如果你說教 裡面有的 世界歷史 中國歷史 但是你教完世界歷史 大教完中國歷史 你是不是要讀文學比較 或歷史比較呢 你通識 這個學科 就嘗試把這些東西 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搞不通的 因為你本身的思維 那個結構 根本就是去背中 由小到大 香港到現在也是的 你怎可能 老實說 你怎可能 你一個學生出來 可以有自己獨立意見 是極少的 相反地 所以 其實 我認為這些浪費時間 塗添學生的壓力 你想想想 通識有一個最大的不好處 我認為就是 扼殺了所有人才 我不知道 好像大學收生 香港的DSE 一定要讀通識 是啊 而且一定要不知道 去到哪個學位 等於我們的 你才可以進入大學 即是說 譬如我考Physics 我考英文 考Jolphe 譬如這樣說 通識四科考大學 我不知道 DSE DSE 中英科考好的通識 那我看 commands 我説 workflow 中英素 學習 學生 Physics都是A的 現在說是五星星嗎 不是 現在來講的叫我五星星 不過我通識原來是D 我不知道有多少 是達不到它的requirement 我是入不到大學的 是啊 這個是很騙殺人才的 譬如有些人 其實連中英數也挺緊緊的 不過Physics真的很厲害 愛因斯坦 不過通識它不行 那你又怎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通識的是看多些《啤梨晚報》 看多些報紙 多些出街和人聊天 這個絕對不一樣 多些出街和人聊天 還有一個開放的媒體 出版自由 就自不而對學生歌 就不要有那麼大的迫迫 就是那個填鴨 令到他們對尋求知識有興趣的話 他就自然會建立到他自己某一程的價值觀 反正的 其實就是吹水 對我來說 通識是吹水而已 是吹水而已 當然啦 當日最出名的就是 陶傑去考了通識科 他是失敗了 陶傑 是 最後又是完結 又是推回去 吵你了 好不好 是背重 或者是貼題 又是做了一個機會給補習社 和那些出題目的那些 是 答題目也是有條方法的 我們先講一些開心的東西 下一次 MIHK.TV又有新美食推介給大家 MIHK.TV會員逢星期一至四 為顧Safety Stop 可以以超值價688元一位 攤盡四道菜和自家製甜品 還送你紐西蘭白酒一杯 包你吃到捧著肚子的 優惠期 由即日起 到十一月三十號 立即上 www.mihk.tv snatchyummy 換領Safety Stop 著數優惠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